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仅山水之间有着月儿的天籁之音 沙漠中也隐藏着与众不同的旋律 如果你想将深藏于沙漠附凶中的鸣钟奏响 你可以乘着滑板从高高的沙坡上滑下来 还可以尝试坐在羊皮筏上 在黄河上悠闲地漂流 听火银声声 望黄沙漫漫 黄昏 大漠孤烟池 长河落日圆 恍惚间看到诗人王维 从圣堂缓缓走来 银河升起 在戈壁的银河下与星共舞 如果小王子和玫瑰花的故事有场景 我觉得那一定是这里 沙坡头是比林黄河 以连绵的沙丘为主的沙漠景观 沙坡头的麦草风格 更是人类制沙史上的中国奇迹哦 接下来我们出发 沙湖 一个拥有广阔湖泊的内陆沙漠景点 一王碧水从天降 沙海沙漠几平湖 一半是黄沙 沙凉浩瀚 一半是湖水 烟波银渺 一望无际的尾丛 观白鸟降级 沙湖是鸟的天堂 是国内最具特色的观鸟圣帝之一 走进大漠深处 伴着驼铃声声 余光影流转间 一梦千年 圣堂华灯出上 沙湖服夜城正式开街 伴着迷藏鱼曲 一半个文案都不及亲眼所见 秀美细腻 与沉浸式夜市 构成了沙湖的魅力 下一站 我们将要去一条 从宁夏腰部穿过的玉带 它就是黄沙古渡 黄沙默默 好无垠 五度年来客问惊 清康熙威不思法 及清征格尔丹 皆由此渡河 古老的土地与文明的传承 在这片土地上 静静碰撞 大漠驿站 流露着一种沉淀千年的忧伤和乌迹 月牙湖泊的凄凉壮美 仿佛在诉说 昭君初赛和亲的 西乡传说 这里黄沙与丽也 交相辉映 烽火台 与古长城 祝福相望 黄河与渡船 相伴千年 摊主与芳草 相得益彰 交织出 一幅赛上风光的五彩画卷 凌练沙虎的地波 沙坡头的壮丽 和黄沙古都的独特 来宁夏 聆听沙水之歌 感受赛上江南的独特魅力